第679集 四个武者正合计给林明来一次偷袭 而就在这时他们突然面色大变 就感觉一股恐怖的杀机铺天盖地笼罩下来 一条赤红色的长枪如同黑暗中的毒蛇 直锁咽喉 小心 四个人都是如临大敌 他们意识到这下遇着硬茶子了 对方竟然能提前发现他们的埋伏 并且瞬间发出如此狂猛的攻击 一起出手 四人中为首那一个喊道 然而他们这连手没起到任何效果 他们就感觉身上的能量迅速流逝 仿佛根本提不起力气来 借着红光一闪 他们就感觉脖子一凉鲜血飞溅 转瞬之间意识被迅速抽离 这是死亡的感觉 不过他们倒不陌生 因为他们已经不止一次体会过了 事实上在噩梦峡谷游离于生死之间的他们 每个人都死三死回了 林明收起了凤血浆 刚才他就出了一枪干净利落 有两个没死透的发出了声音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一个突然冒出的生面孔这么厉害啊 远古帝都附近的狠人 他们都多多少少了解一些 根本就没这一号人物啊 难道是别的城市来的 哎哟 那要是这样他们可倒了大霉了 不过以他们的功勋值 就算被连杀几次 也能轻松通过第一轮淘汰 有的是机会 哼 杀这些人根本就得不到多少功勋值 鬼子压制的可真狠 林明自言自语着 这四个人身上散发出的梦境能量 他根本就懒得利用 可有可恶 嗯 还有一个没断气 林明突然想到了什么 走上前去蹲下来 问这个奄奄一息的人道 告诉我 圣武府三杰在里面吗 白 白痴 你找圣武府三杰 是要送死吧 这舞者说话间 嘴里不断的望出冒险 他并没有参加远古帝都拍卖会 不认得林明 只以为林明是隔壁城市里挑战圣武府三杰的人 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 你如果不想说也行 以后啊 别出城了 我见你一次 杀你一次 林明一脚踏在那舞者的胸口 他顿时呼吸困难 浑身抽搐 连连咳血 就在里面 好 还有一个问题 你们为什么偷袭我 还是每个进噩梦峡谷的参赛者 你们都会偷袭 林明虽然听不到这四个人的真元传音 可随着他对神梦法则的理解越来越深刻 他的灵魂感知无比敏锐 对方对自己流露出的杀意 他绝对不会感觉错 因为 生面孔 原来如此 林明松开了脚 生面孔 就意味着肥羊啊 不过倒也可以理解 看来自己如果想走进噩梦峡谷深处 还得费不少功夫 不但要面对梦眼兽 还得面对很多参赛者的偷袭 虽然林明不怕这些人 可就会耽误不少时间 他的时间可是很宝贵的 到了现在 功勋职对林明来说已经是次要的 他杀人主要是为了掠夺足够的梦境能量 供他继续参悟神梦法则 一套无上神武摆在自己面前 天时地利人和 哪有不参悟的道理啊 他在神梦界的每一夕时间 都得充分利用 林明一脚 把那个半死不活的试炼者给踢开 看了一眼那幽暗深邃的噩梦峡谷 突然运气真元 大声喊道 上无辅三节 出来 这一声爆喝 灌注能量之后产生的音波 如同冲击波风暴一般 冲进洞穴中 所过之处连岩石都被震碎了 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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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大的声音在噩梦峡谷中回荡 被岩壁反射无数次格外响亮 这一刻 几乎噩梦峡谷中所有的参赛者 都听到这喊声了 他们可有点发愣啊 什么人这么嚣张啊 有人在挑战圣武府三节 难道是中文书 还是那个斗里女子 你白痴啊 那分明是个男的声音好不好 而且中文书怎么可能这么做 他如果对是圣武府三节中的一个 还有优势 如果同时面对三个 那只有逃跑的份 别忘了人家三个是出身一个解王圣地 你哪脚直到想都该知道 他们肯定能组战阵呢 对啊 战阵呢 一旦组成战阵 那威力自然不是一加一加一等于三 那么简单 会战斗力倍增啊 恐怕真武大圣地的高手 也会有所忌惮吧 知道这些还敢挑战 那不是疯子 就是真正的狠人 也许挑战圣武府三节的 也是一个几人组成的小队呢 有可能啊 咱出去看看去 也许别的城市过来的 真武大世界 可远不止远古帝都一座城市啊 对对对对 许多参赛者对这一战生出了兴趣 他们纷纷向噩梦峡谷外涌去 这其中就包括了一个红斗笠女子 她身材修长匀 头戴着一个宽大的斗笠 容貌被完全遮掩了 要意思 是那个人的声音 我不会听错的 我原本打算十天之后一一挑战你们 证明我是最强的 想不到你会比我先一步做到这些 也好我就看看你有什么自信 敢一个人面对圣武府三级 红衣斗里女子速度飞快 宛如一条红线一般 像噩梦峡谷骨口掠去 大哥听到没有 有人在挑战咱们 一头红发的圣月瓶 听到林明的声音笑着说道 这么好玩的事 来神梦界这么久了 第一回遇着 诶 听声音好像是那个买走大千世界丹的小弟弟 真是有趣 他进入神梦界后 就归缩在远古地都租租两个月 现在终于出来了 竟然直接就找上咱们 这个自信呢 盛燕然在一旁软软的说道 美丽的翘脸上满是风情万种的笑容 哈哈哈哈 走出去 他来的正好 不过咱们也别轻敌 这小子多半有什么机缘 盛天号摸着瞎巴说道 来参加第一会舞的 有机缘的不知反击 没什么稀奇的 关键还得看自己本身的天赋 走 出去会会这个疯小子 他不来找我 我也要找他呢 帝都拍卖会那口恶气 我早就想出 盛月平狠狠说道 帝都拍卖会的惨败 他记忆忧心 轰 轰 树头凶猛的梦眼兽 从峡谷中窜出 对着林明扑衫来 林明的宣战声 不光吸引了噩梦峡谷中诸多的舞者 也吸引了梦眼兽了 这几头梦眼兽 全身覆盖着猙獰的骨刺 气势逼人 比起林明之前在小树林中猎杀的梦眼兽 强大许多倍 林明根本动都不动 凤血枪就像毒蛇一般点出 轻易洞穿这些梦眼兽的眉心 几头梦眼兽 在狂奔中身体猛的扑倒 摔成一团 重重撞在石壁上鲜血飞溅 比钢铁坚硬百倍的岩石 被撞得支离破碎 好厉害啊 那人是 许多人看到林明轻易击杀梦眼兽的情景 这一幕 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做不到 哎 我认识他 这不帝都拍卖会上 买大千世界丹那小子吗 哎 没错啊 七万亿紫阳石买的大千世界丹 就是这个人 简直啊 当时叫价都叫疯了 现在赶来的舞者中 可有不少人参加了帝都拍卖会 对林明的印象极为深刻 他们很多人原本还以为 这次挑衅圣武府三杰的也许会是个小队 可能来自别的城市 没想到就一个人 林明 好家伙 帝都拍卖会上 这小子跟好几个界王圣帝天才结仇了 现在竟然还敢来挑衅 这 这是要让这仇恨不共戴天呢 你傻呀 他们几个之间早就撕破脸了 这小子不来找圣武府三杰 圣武府三杰也会去找他 不过他一个人挑战圣武府三杰 是不是有点虎逼呀 哎 我也觉得有点傻呀 圣武府三杰 一气相连的 不可能让他个个击破 他要是能赢 那不是得跟真武大圣帝最顶尖的天才差不多了 赶来的舞者越来越多 对林明的行为却大多充满了怀疑 一个人匹敌圣武府三杰 有这份实力在整个真武大世界怕能排进前五 如果说眼前这个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的小子 就是整个真武大世界年轻一代排名前五的舞者 他们很难相信 有人听到这样的议论 面露讥讽之色说道 我听说这小子 自从进入神梦界 就归缩在远古帝都不出半步 直到现在 这才第一回出来 一出来就挑战圣武府三杰 我看哪 八成他精神有问题 要知道 这是神梦空间 只有灵魂和意识形态存在的地方 修炼也修炼不到本体 他们实在想不通林明在远古帝都一待两个月都在干嘛呢 而且林明不但待了两个月什么都没干 最让人无语的是 他一出城二话不说就挑战圣武府三杰 这种行为实在不像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所为的 就在这时 一个红衣斗里女子掠出了噩梦峡谷 她的身影十分清零 如同一只蝴蝶一般 落在一株闪着幽光的巨大毒魔果上 半点声响都没发出 而这个女子一落下 与此同时顿时不少人身体一哆嗦 下意识的远离这个斗里女子 一开始这些人来噩梦峡谷狩猎的时候 击杀梦眼兽的同时 为了得到更多的功勋职 参赛者之间彼此猎杀非常普遍 这个红斗里女子孤身一人 又不是借王圣地出身 自然是绝好的狩猎目标 很多舞者啊 包括小队啊 去打这个女子的主意 投袭的 正面进攻的 甚至图谋不轨的 结果好 统统让这红斗里女子给反杀了 而且下手极度狠辣果掘 死者往往被开膛破肚 肢体不全 慢慢的 再也没有人敢对付这红斗里女子了 见着她 大家都绕着走 而红斗里女子 自然而然也在噩梦峡谷中 占据了一个非常好的狩猎区域 仅次于圣武府三杰 当然了 即便是红斗里女子 在众人心目中呢 也是比不过圣武府三杰的 毕竟他们是三个人 而且个个都是定尖高手 联合起来 应该是远古帝都这一片 最强的战斗力 红斗里女子 看向林明 林明也看向红斗里女子 两人都没说话 可是从彼此的目光中 都感受到了一股战意 就在这时 一声朗笑传来 哈哈哈哈 我倒是谁 敢这么嚣张叫朕 果然是你 一个满头张扬红发的男子 从噩梦峡谷中杀出 此人脸孔四四方方 如刀切斧舵一般 全身的气势 像灼灼燃烧的红色火焰 气质如同妖魔 他正是圣武府三杰中的老二 圣岳平 虽然圣岳平不是大哥 但因为他张扬的性格 反而比老大圣天后 更广为人知 一脚踏定 圣岳平从须眯界中抽出了一杆红色长枪 他的武器也是枪 而且外表跟凤血枪看起来极为类似 在圣岳平之后 圣天号圣燕燃紧随而至 圣天号身材高大壮术 九尺半的身高 比正常人得高出两脑袋 十尺为一丈 一丈是两米三 圣天号的武器 是一柄一人高半尺宽的黑色重剑 而相比圣天号 圣燕燃那就显得极为娇小了 他竟是坐在圣天号宽阔的肩膀上 他这武器很特别 是一对绿色的圆环 看起来就如同盘起的毒蛇 可以轻易环腰一周 圣武府三杰各具特点 战斗方式也是彼此互补 大哥圣天号 擅长力量和猛攻 而三妹圣燕燃 擅长速度可以游走偷袭 最后是圣岳平攻击灵力 方方面面都十分出色 三人联合在一起 能发挥出更强大的战斗力 这也是他们被人们放在一起 并称的原因 林明手持凤血枪 枪尖在地面 划出一轮满月 战斗一触即发 所有人都退远了点 等待着这场大战 这可能是一场精彩的对决 也可能是一场笑话 如果林明一开始就被秒杀 也不稀奇 毕竟谁都没见过林明 真正和顶尖天才过招 看林明的武器 圣岳平的嘴角 泛起了一个玩味的弧度 枪有意思 我也是用枪的 被称为远古帝都年轻一代 枪到第一人 这一次我倒要看看 你的枪比我的枪又能如何 大哥三妹 你们不用出手 我一个人对付他就行了 这圣武府三杰挺有意思 可有一点是相通的 非常骄傲 圣岳平说着 随手抖个枪花 枪尖指指林明 这挑衅的异味不言而喻 圣天后微微醋眉 倒也没拦着圣岳平 任由他与林明一对一 他们圣武府三杰 虽然也经常一起对敌 可那往往都是面对老一辈的强者 或者比他们年长百岁的师兄师姐 对付同龄人还联手攻击 确实有点掉价 准备好了吗 我的第一枪 圣岳平出枪前 竟然提醒林明 这自信心可见一斑 林明只是淡淡一笑 枪尖依旧斜指地面 就在这时圣岳平动了 他身后坚硬的黑色岩石 猛的炸开 圣岳平的身体划成一条残影 瞬间来到林明面前 一枪劈下 这一击气势如虹 然而让人感到无比诡异的事 在圣岳平一枪劈下的一刹那 他的速度却猛的一缓 这一枪竟是跟凡人挥出的一枪一样 速度很慢 古朴无华 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 这样的一幕 给人一种深深的违和感 这么慢的一枪 是不是看不起林明 故意挑衅呢 你个白痴 这时间发则 而且是凝聚了时间 结界的时间发则 境界非常高 这枪下来 一百个你都得死 围观舞者 用真元传音迅速交流的 而这时圣岳平这一枪 竟然还没落下 林明手持凤血枪去打 却发现他的速度 变得比圣岳平更慢 好像身体被粘制了 根本无法发挥 时间法则慢之一净 圣岳平 作为界王圣帝的顶尖弟子 自然有几分本事 他那个时间一净 已经领悟到极高的境界 以林明跟造化老人学的 那一点时空知识望尘莫及 只要在这一片受圣岳平影响的时间结界中 林明就会处处受制 眼看圣岳平的枪 就要点在林明心脏上了 林明突然爆喝一声 全身骨尖噼里啪啦爆响 只是在时间结界中 这些声音都被拉长扭曲了 显得怪异无比 警门开启 金棚破墟 玄雷光影 林明瞬间把全身速度发挥到极致 时间结界 是按比例放慢时间流速 如果林明本身的速度极快 哪怕被放慢到百分之一 还是可能有优势的 砍 林明身体倒退的同时 凤血枪横沉胸前 显之又显 挡住了这一击 一边是仓促攻击 一边是气势如虹 以至于林明挡住这一击的刹那 他那身体就倒飞出去了 连退几十丈 直到他即将撞击到一块黑色岩石上 林明才反手 把凤血枪倒插出去 猛的插入岩石 稳住身体 凤血枪被冲击力压得弯成一轮满月 速度不错呀 盛月平玩味的说道 言语中满是蔑视和轻调的语气 不知你的好运能到几时 林明体内气血微微躁动的同时 发现盛月平发出的真元极为刁钻 钻入自己体内后 肆意破坏 而且韧性极强 不过这对林明来说 根本就不算问题 他吸收了凤血龙随龙骨 又开启声门 那身体强度远不是这点稍嫌诡异的真元 就能破坏得了的 一念一动 直接灭杀了这股真元 这一击 盛月平占了明显的上风 而林明似乎吃了个暗亏 哎呦挡住了 这么玄妙的时间意境 这小子也能挡住 果然有点水平啊 嗯 勉强挡住吧 还是受了暗伤了 他中了圣月平的玄名劲 而且下一次啊 他恐怕不会有这么好运了 圣月平的时间结界会越来越强的 哎 不过那小子已经不错了 圣月平是真武大世界顶尖天才 怕是排名到了三十以前吧 这证明这小子啊 有匹敌借王级圣地顶尖天才的实力 真不知道怎么修炼的 圣月平刚才那一枪的强大 有目共睹 事实上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圣月平也是想一枪立威 结果林明一就挡下来 光是这一手 就让这些人感觉林明不简单 至少不会闹出笑话来 也许不用我们动手 老二就能搞定 身材高大的圣天后 说话的声音 反而没有老二的声音粗 他双手交叉抱在胸前 若有所思的说道 圣月平笑道 我刚才只是把时间留思 瞬间放慢百倍 接下来就不止百倍那么简单了 哎 第二枪 你准备好了 圣月平又一次对林明出言提醒 这种嚣张的作战方式让人侧目 林明冷笑一声不以为意 奉血枪枪尖挟指地面 你废话能不能别那么多 省点时间吧 我时间很宝贵的 找死 圣月平大怒身体再次暴起 这一次他从身法开始就动用了时间一惊 让人看起来他速度极慢 来到林明面前仿佛用了好久 又仿佛是眨眼一瞬间 一枪刺下直指没心 时间法则慢之一惊 就是让自己放慢速度的同时 让对手放慢更多的速度 不但动作连思维感知反应全都慢下来 林明眼见这一枪次来 却没有再开启惊门 他知道即便自己速度再快 也躲不过圣月平这一枪 他原本存了以自己对时间法则的理解 和极限速度来跟圣月平拼一拼的心思 可这一次尝试之后 他就知道自己在这方面远不如圣月平 那么这一次 他只能回归到自己熟悉的领域 以绝对的力量压制 以力胜之 林明意念 猛的一沉 没心处骨缝之血 灼灼燃烧 体内恐怖的能量肆意爆发 那一刻在林明背后 一朵红色莲花栩栩栩绽绽放 天魔无异 鸿蒙空间 难以形容的苍茫雄魂力量 铺天盖地散发出来 笼罩了整片空间